大家好 我是大铃哥 没有不知道 只有早知道 欢迎你们收看今天礼拜一的 旗鼓先知节目 节目名称叫做旗鼓先知 所以你看看今天的节目 第一张标题叫做什么 大盘4月23号 日K棒它会是什么颜色 大铃哥已经 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你会不会说大铃哥你会不会太胡烂 今天礼拜一收盘你马上就知道 隔天礼拜二4月23号会去收什么日K棒颜色 你会不会太骗小孩子了 我跟你讲 看盘是有技巧 而且它是有所本的依据 我会慢慢一步一步让你知道说 我怎么知道明天礼拜二 大盘它会收什么颜色的K棒 OK 再来 今天节目两个主轴 第一个 鸿海它出现 V点了没有 V有两种念法 一个就是 白点 就是所谓的买点 另外一个叫什么 Best point 今天上英文课 最好的入手点 Best point 鸿海它出现了没有 大铃哥已经讲鸿海讲了多久 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准备做过高的这一波 它的V点出现了吗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它到底来了没有 那今天节目第2个重点呢 就是 大盘 最低的转折日 在什么时候 你看大铃哥也都已经知道 加卷指数 就是大盘 它这一周 这一周 它最低的转折日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你会看 大铃哥你真的是很会 讲笑话 明天K棒什么颜色 你都可以预先知道 鸿海出现的V点 没有 你也都知道 大盘呢 最低什么转折日在哪里 你也都知道 你会不会太骗小朋友了 我一步一步讲 为什么我可以预先知道 这个不是乱讲的 这个是要有所依据有所本的 再来 鸿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鸿海的日线 也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 3月以前 很喷 从去年盘整一直 到很喷的这一段 日K棒的手势图 我大概就把它划成 三个 点位 一个叫做 A B C 三种 各位投资朋友 你想要买鸿海的话 你会想要买在什么位置点 你想要你的成本是落在什么地方 现在 还有140几吗 我们当然想说我的成本就是越低越好啊 100块那边是最好的 那请问 如果你当初是买在A点那个位置 你愿意 你的成本 一直横盘横盘 那个 Mark还是比较短的时间 他已经横盘了快两年 你希望你买在成本是最低的地方 A点 可是你愿意盘整那么久吗 我相信你大概不会愿意 因为我也不愿意 因为男人的青春是非常宝贵的 不要把时间 放在 这个横盘 不会涨不会跌那个地方 然后呢 你需不希望你买在 B点这个位置 一看我们都知道嘛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进场 就什么啦 就马上 上去了 那有没有人想要买在西点 买在150以上那个位置 没有人希望嘛 可是事实上 很多人他确实真的就买在150以上 为什么 我知道 因为 我的Nighted里面有很多朋友 都有跟我询问 怎么办 我有成本 买在150以上 我应该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做调节 大林哥其实都有很耐心 一步一步跟他们讲说 你买错了 没关系 你套在了糕点 也没关系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让自己 反败为胜 那个才是重点嘛 对不对 所以 这段时间以来 我都一直在我的Night 我都无偿分享 只要你有红海的问题 我都无偿分享 给你们一个策略去做参考 我 出发点 就是什么 大家一起赚钱 人生 赠能量嘛 对不对 再来 我一直强调嘛 红海今天的高点 是不是161.5 他一定会过 这个叫做送分题 OK 只要是送分题 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 但是问题 就是来了 未来这个V点 Best Point Buy点 他到底出现了没有 一样 我把它分享在什么 在我的Nighted 我的助理一直在complain我说 大林哥 你自己的Nighted ID 你要赶快记下来 你要背下来 我心中都OS 你干嘛去为难我这种 老男人的记忆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 我的Night 我把它编了一个 很好记的这个数语 是什么 815 U-code CC 815 U-code CC 就是我的Nighted 各位投资朋友 好不好记 如果815这个数字 像我一样年轻的人 就知道说815应该是早期 某一个 品牌的这个名称 U-code CC U就是你 Code就是叫我嘛 你叫我CC 好不好记 815 U-code CC 就是大林哥的Nighted ID 你希望知道说 鸿海 未来的这个 V点 Buy点 Best Point 是在什么地方 我欢迎你 加入的Nighted 我会详细 直接 了当告诉你 红海的 B点来了没有 总比你那边一直猜 一直猜 猜说大林哥到底来了没 那我上面部位有套劳的话 怎么办 怎么做处理 欢迎你到我的Nighted来 我帮你做解答 好不好 而且 目前都还是无常的 那你看 大林哥除了 红海很会看 很会抓转折 高低点很会抓转折 我不是讲吗 大林哥是 最会抓红海 骨架转折的男人吗 事实上 其实我不只会抓红海 台积电 我也会抓 你看这个讯息是上个礼拜六晚上 晚上已经接近10点了 我还在替我Nighted的朋友 做解盘 给他参考建议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这还是Nighted一般的朋友 还不是我的会员 全台湾真的没有一个分析师 愿意这么无常的 晚上10点 还在替 一般的朋友 给他参考建议 让他做参考 他就问我 大林哥 我礼拜一想要卖台积电 为10点 可不可以给我个参考 怎么抓 我就这波写明了 试看看 你卖757 这个没办法去造假 礼拜六晚上 9点57分 我就跟他说 你试看看 卖757 台积电 结果 你有没有看见 我现在后面这个K线图 台积电 今天最高是多少 就是757 控盘手 我真怀疑 我真怀疑 这跟我聊天 就是台积电的控盘手 他把我的资料拿去当作今天的 控盘位置 今天台积电最高是多少 就是757 这个资料呢 是礼拜六晚上 我跟这个朋友 预告 结果呢 运气真好 今天他就卖在最高点 OK 所以我再强调一点 全台湾真的没有一个分析师 愿意晚上10点 还在替投资朋友服务 今天如果投资朋友是他的会员 那无可厚非吗 对不对 重点来了 这个朋友 还是只是一般 LINE的朋友 他还不是我的会员 我都还无常分享 做解答 让他做参考 这种分析师你去哪里找 你不要说 拿个手电筒 灯笼你都找不到了 好不好 要好好珍惜我 好不好 不要欺负我 再来 今天 节目第2个重点 大盘最低的转折日 在本周什么时候 OK 闪电看见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 今天 这个大盘 这周 最低的转折日 他很有可能会 类似 一个闪电的方式 这个表现出来 所以呢 如果你 你对这个大盘的转折 你有兴趣 你想要了解 大盘 他最低的转折日 会在本周什么时候呢 其实我跟你讲 我上个礼拜五盘后稿 我已经写好了 我也都送给 那一的朋友 而且无常都 都让他们知道 所以在我那一群的朋友 其实都已经知道 大盘 转折 最近 第一日在 是 什么东西 在什么位置 在什么日期 上个礼拜五盘就已经知道了 我 下面的分析稿就写了 今日的分析稿 可能会全 成为 全台湾投顾界最准的标杆 大林个不是臭屁 我也不是乱讲 我也不是乱猜 这个是有所本 各位如果都知道 大林哥操作模式的话 其实我是做 量化交易的 我们是跑城市 会去回撤一些历史资料 所以 大林哥可以很大胆的假设 本周 某一天 就是大盘的 最低转折日 你想要知道 一样 就到 815 UQCC 这边来看一下 好不好 再来 节目最后 大盘 4月23号 就是明天 礼拜二 日K棒会是什么颜色 我也可以大胆跟你 说它是会是什么颜色 当然啦 它不是红就是绿 很简单 50% 对不对 是不是用猜的 我跟你讲 不知道人家用猜的 可是呢 我会直接跟你讲 为什么 你今天到的那一车 开头的 第一句话 我就是跟你讲说 什么颜色 而且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我跟你讲 这个技巧你把它学下来 不要说你是做大盘 或是做棋子这种东西 你只要会看大盘 你以后去做股票 保证是怎么样 保证 一定可以避开 适当的风险 我们不要做获利 避开风险 如果你知道怎么避开风险 交易股票上 还有什么问题在 好不好 欢迎你加入我的 815 U-code CC 我马上告诉你 大盘明天 日K棒会是什么颜色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分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质根本 Z的实地则房产业 旅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